好的,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华严经》 先颂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矣 继续看原文 我们上一讲讲到了把咒神 讲完了,接下来讲主夜神 付词 普得净光主夜神 得寂静禅定乐大涌见解脱门 上一讲讲到的诅咒神是管理白天的神 那有管理白天的就有管理夜晚的 古代印度把白天分为三个时辰 把夜晚又分为三个时辰 那么经常我们会说六十吉祥 中国古代呢叫十二时辰 分别是子丑隐某 臣四五位 身有血害 当代呢我们把一天分为二十四个小时 那古代的印度呢 把一天分为六个时辰 分别是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这就是白天的三个时辰 初日 中日 和后日 那他 咱们说十二个时辰嘛 一个时辰就是两小时 他这个是六个时辰 一个时辰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四个小时 白天呢就平均分成了三段 把十二小时平均分成了三份 这样就是初日分 中日分 和后日分 夜晚也是一样 把晚上的十二个小时平均分成三份 每一份是四个小时 分别是初夜分 中夜分 和后夜分 这些主夜神呢 他们在夜间观察众生 看看众生在晚上分别造过什么罪过 他们会把众生在晚上造的罪过记录下来 这些主夜神里面呢 其中有七位 是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里面的善友 善才童子的五十三餐呢 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 其中就有七位 是主夜神 那么这一位叫普德静光主夜神 他的德性呢 可以普遍的利益众生 救护众生 他得到了寄静禅定乐 这个解脱门 寄指的是寄然不动 静呢 指的是静而通达 所以我们讲诸法从本来 长及寄灭相 因为寄灭了 所以就静 因为静下来了 就能得到禅乐 什么叫禅乐呢 禅指的是静律 那么如果你能够静下来 把你的思维专一 得到了这种静律 禅定现前了 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 一种特殊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不能形容的 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来形容 众生的境界体会不到这种禅乐 我们说修禅定的功夫 从佛家来讲 主要就是打坐 坐禅 坐禅 一坐 功夫就能献钱 你打坐的时候 不是要睡觉 那叫昏沉 你打坐就困了 就要睡觉 那是一种昏沉 那就不叫坐禅 那叫睡禅 我们入定了 腰是直的 头是正的 端然正坐 头也不低 双目也不是完全闭上的 是半争半合 所以入定跟睡觉是不一样的 你睡觉是什么呀 睡觉是昏沉的 是失掉了灵知灵觉的 是失掉了你主动的知觉性的 你睡觉的时候 你做梦了 那不是你的知觉性 那不是你主动的知觉 你是稀里糊涂 进了梦乡 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么 这个 我们讲的定 定是一种力量 得到禅定 有了禅定 你会得到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呢 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快乐 有了禅定乐以后呢 得到了这种快乐 你继续修禅定 会有一种勇猛精进的这种心 这种勇猛精进 就是一种大的禅定快乐了 就像我们很多人念佛 通过念佛身体好了 癌症都治好了 你说他会不会勇猛精进呢 绝对勇猛精进 所以如果你通过打坐 你体会到了打坐的这种快乐 你找到了禅乐 那你一定勇猛 一定精进 所以这位主夜神呢 他就得到了 寂静禅定乐 大涌见 解脱门 他得到了禅定乐 那他自然 继续勇猛 继续精进了 下一位 洗眼观世 主夜神 得广大 清净 可爱乐 功德相 解脱门 这位叫洗眼观世 他用欢喜的眼睛 来观察世间 众生有困难 他就伸出援助的手 所以他得到了 广大 清净 可爱乐 这个功德相 他自己呢 有这个功德相 他也希望所有众生 有这个功德相 那这位洗眼观世 主夜神呢 他就是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那其中参过的 一位善知识 他是善财童子 第三十三个参拜的 下一位叫 护士精气主夜神 得普现世间 调伏众生 解脱门 他是善财童子 第三十四个 参拜的善知识 他呢 保护一切众生的精气神 让众生的精气不遗失 所以他叫 护士精气主夜神 他专门呢 发愿 要保护众生的精气 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不知自己 不知道保护自己的精气呀 你当你看到了一些 这个世间的 所谓这个暴露的呀 黄色的呀 一些这个男女之间的 这个亲热的这种画面 视频呢 你一看到 你好像即便没有 想到看到听到 你的精气就都在往外泄 有人说我啥也没干呢 我只是看一看这个美女图片不行吗 你看美女图片 你虽然好像你什么都没做 你身体上的这个精你没有泄 而实际上精气已经在泄了 所以他跟你是不是实际做 那你实际做泄的就更多了 但是你只要想了听了看了 你的精气也都在泄 但这位主业神呢 他就想要保护 这个世间一切众生的精气 那他得到了什么呢 普现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 他要调伏众生 世间众生啊 娑婆世界是怎么样啊 刚强啊 娑婆世间的众生是非常刚强的 我像很重 注着在我像和我见上 你吃一点亏行吗 不行的 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想占便宜 没人想吃亏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你的 别说你拿我的东西 你占我的东西了 你就一句言语上 我都要胜过你 你说一句话我不喜欢听 或者是不是我想的 那我都不干 所以这是刚强众生 刚强执着 这位主业神呢 他想调伏众生 让众生一起入解脱门 下一位叫寂静海音 主业神 他也是善才童子参拜的 他是第35位 得积极广大欢喜心解脱门 他呢 叫寂静海音 寂静海音 海里没有声音 那大海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你看那个大海啊 你到海边去 那个海边的波浪 是一直都有声音的 什么时候 这个大海没有声音呢 你到深海去 你不要在岸边 你进入到那个海中央去 风平浪静的时候 大海没有声音了 那这是一种比喻 指什么呢 大海都入定了 整个大海入定了 无声无嗅 无闻 无音 没有声音了 寂静海音 他得到的是积极广大的欢喜心 他能够一直啊 聚沙成塔 一点一点的聚集各种各样的欢喜心 我们在这个世间呢 总是苦 人们呢 看什么都不顺眼 抱怨很多 称心很重 可是如果我们学习佛法 与人为善 你就可以一点一点的聚集欢喜心 谁都知道欢喜是件好事 谁都想开心快乐的活着 可是呢 大部分人却不愿意主动去生欢喜心 为什么不欢喜呢 因为你不去聚集广大欢喜心呢 你看我们晚上来看直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抱着欢喜心进来的 说哎呀又要讲课了 我又想学习了 这就叫抱着欢喜心来的 可是如果我们在抖音开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啊 在这个花椒开呢 在快手开直播呢 很多人他不是抱着欢喜心来的 他来了呀 他是想找麻烦的 他想骂人 他想攻击你 他想在这找事 他想在这打嘴仗 他也知道快乐很重要 他也想快乐的活着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想快乐的活着 可是去为什么却有很多人不去聚集欢喜心 反而总是在向外发射 或者向内聚集各种各样的称 怒怨呢 就是因为没有智慧 那这位主业神得到了广大欢喜心三妹 下一位叫普宪吉祥主业神 他是善财童子参拜的第三十六位善知识 得慎身自在悦意言音解脱门 他呢 得到的是慎身自在悦意啊 他得到了非常慎身的自在 心中永远都是欢喜的感觉 他听到任何声音都是悦耳的 都是快乐的 下一位 普发树花主业神 得光明满足广大欢喜葬解脱门 他是善财童子参拜的第三十七位善知识 他能让一切树同时开花 得到了无穷无尽的欢喜解脱 下一位是平等护育主业神 得开悟众生令成熟善根解脱门 他对一切众生平等教育 他得到了开悟众生的解脱门 让一切众生误入佛的直见 他是善财童子参拜的第三十八位善知识 下一位是游戏快乐主业神 得救护众生无边词解脱门 这位游戏快乐 那他喜欢玩 喜欢快乐 有人说了 那他跟小孩一样吗 对啊 从佛菩萨的眼中看来啊 你今天八十岁了 在佛菩萨看来你还是一个小孩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从海提时期我们就追求快乐 每天都想无忧无虑的 快快乐乐的玩耍 其实你长大了 只是玩的东西不一样了 你还是在玩 你感觉自己长大了 佛菩萨看来你还是在 你还是一个小朋友 那我们这里面要看呢 那我们这里面要看呢 人世间呢 想要的缺乏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如孩童一般单纯的 自在的那种快乐 那他呢 得到的是救护众生无边词啊 他呢 发愿要救护一切众生 把一切众生当成孩子 希望大家得到快乐 下一位 朱根长喜主夜神 得 普现庄严 大悲门 解脱门 他呢 慈悲心广大 时时刻刻 教化众生 那么他用庄严 大悲门 普度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 入慈悲解脱 下一位 视线净福主夜神 得普世一切众生 所乐满足解脱门 他呢 能够视线净福 什么叫视线净福呢 能够给一切众生 看到清净的福报 你看到了清净的福报 你才能够得度啊 你想一想 没有福德的众生 你最终怎么自度啊 所以呢 视线 给一切众生视线 有的时候给你 视线出浊土 污秽的土 有的时候可以给你 视线出什么呀 西方净土 他可以普遍观察众生 哪一个因缘成熟了 他就去度化他 凡是众生需要的 众生欢喜的 他就为你 他就愿意为你做 他就愿意满足你 他得到这个解脱门 好了 这十位 二十 普得净光主业神 成佛威力 辩观一切主业神众 而说颂言 好了 讲祭颂赞佛了 如等因观佛所行 广大寂静虚空相啊 你们去看一看 看看佛的行为 佛所修的行门 是最广大的 最寂静的 像虚空一样 佛陀放下了一切的执着 像虚空一样 没有一切像 但不离一切像 欲海无牙 西至静 众生的欲望啊 没有边际啊 是没有 苦海无牙呀 欲望是没有边的 所以叫欲海 西至静 佛陀愿意用方便法门 来把众生的欲望 给清洁干净 离构端严 照十方 佛陀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离开了一切烦恼尘构 他的智慧光明 照耀十方 一切世间 闲乐见 一切世间 众生都欢喜 见到佛 无量解海 石一欲啊 无量无边的大劫当中啊 你很难见到一次啊 大悲念物 弥不周 佛陀以大悲心 意念着一切众生 十方世界 无不周辩 此解脱门 观世堵 这种解脱门 是洗眼观世主夜神 所看到的 所明白的 导师救护诸世间 佛陀呀 一直在救护着十方世界的众生 众生 息见在其前 只要你的心清静了 佛陀一定会亲自的 陷在你面前 能令诸趣皆清静 佛陀能让六道众生 都清静 如是护识能观察 这个境界是护识精气主夜神 观察到的 佛西修至 欢喜海 佛陀从无量节以来 一直都修这种欢喜行门 什么叫欢喜行门呢 对任何人都生欢喜心 你对我不好 我也欢喜 你对我好 我更欢喜 所以佛陀无量节以来 一直都修欢喜心 他不和人生烦恼 广大无边不可测 这种欢喜海 是广大无边不可测量的 事故见者贤心乐 佛陀无量节以来 修欢喜心 他见谁都欢喜 所以现在得成就了 谁见到佛谁都欢喜 此事记阴之所聊 这种境界 是寂静海阴主夜神 所明白的 如来境界不可量 如来的境界 是不可以称量的 继而能养 变十方 佛的境界 周变十方 普使众生 亦清静 佛陀 想让一切众生的 这个意念都清静 如果你想见佛 你想了解佛的境界 你就清静自己的念头 佛陀自然就在你面前显现了 施力夜神 文永悦 那普现吉祥主夜神 他观察到了佛陀这种妙不可言的境界 非常欢喜 佛于无福众生中啊 你我都是无福的众生啊 咱们要是有福的话 怎么会沉沦在这个娑婆苦海呢 所以我们是无福众生 那佛呢 就在这些无福众生当中啊 大福庄严 甚微要 佛陀 我们没有福报 佛陀的福报 那是最广大的 佛陀的这种广大威德 广大庄严 广大福德的光 怎么样啊 照耀着我们这些无福众生 是比离尘寄灭法 佛陀指示我们这些无福众生 远离一切染灼 普发花神 物思道 这个道理呢 普发树花主夜神 他明白 十方普现大神通 佛陀普遍的于十方现大神通 一切众生西条福 最终啊 当你成就的时候 一切众生都要被佛所救度 最终所有众生都是要成佛的 种种色相皆令见 佛陀让众生见到佛身 佛陀视现种种法身 视现种种色相 此护育神之所观 这种境界是平等护育主夜神 所入的解脱门 如来往昔念念中 佛陀在过去无量节中 念念不忘一切众生 西境方便慈悲海 佛陀以各种方便法门 以各种慈悲来救度众生 救护世间无不便 佛陀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十方世界广大普遍救护 此福乐神之解脱 这种解脱门是游戏快乐主夜神入的解脱门 众生愚痴常乱拙呀 众生是愚痴的 常常是混乱的污拙的 其心坚毒甚可畏 众生的心呢 太坚固了 太毒了 太毒了 我们的心呢 虚伪 狡诈 愚痴 甚至还自己以为自己最聪明 那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个傲慢啊 骄傲啊 愚痴啊 怒啊 愚痴啊 虚伪啊 这些都是由于贪嗔吃三毒 三毒具足 那叫欺心兼毒啊 如来慈敏未出心 如来哀敏我们众生 他太慈悲了 所以才来到这个世间 讲佛法教化我们 此灭怨神能误习 能灭怨主业神 他悟到了这种解脱门 佛西修行为众生 佛陀往劫来的修行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 一切愿欲皆令满 一切众生心中所愿 佛陀都愿意满足你 由事俱成功德相 佛陀要满一切众生的愿 所以佛陀自己的各种大愿 也能够满足 此献福神之所入 这种解脱门 是视献净福主业神 所明了的 所误入的 好了 主业神讲完了 接下来是主方神 那主方神呢 方指的是什么呢 方指的就是方向 那么十方世界都是这个主方神所住之处 他叫便住一切主方神 他得到的呢 是普救护利解脱门 他呢 不管是哪里的众生有难 他都能来救护 普献光明主方神 得成变化一切众生 神通业解脱门 他的光明视线十方 能够让十方众生 见到这个光明 他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的神通业 一切众生都有神通啊 什么是神通业呀 就是你修菩提道果呀 我们众生认为的神通 比如说能放光啊 能吐火呀 能够拍一下人 让人病好啊 这是因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众生觉得那很神奇 你就要留签给你变个魔术 你也觉得很神奇 这种神奇在佛看来呀 根本不是神奇 佛陀所说的神通 是一切众生啊 都能成佛 这个是大神通 一切众生都能够自悟自度 都本具如来智慧得相 这个是佛陀认为的 一切众生都应该有的大神通 你看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 他就说了 奇灾奇灾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得相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呀 太神奇了 我们觉得的神奇啊 拿个绳子给你一弄 这边剪断了 一看又恢复了 又好神奇啊 拿个扑克牌给你弄一弄 又好神奇啊 能拆牌 你就都觉得很神奇了 佛陀说你那个叫什么神奇啊 你要是知道了这个魔术的窍门 你就觉得一点都不神奇了 什么放光啊 吐火呀 飞在天上飞呀 那是你不知道窍门 你知道了窍门以后 你也不觉得神奇了 所有人都能飞的时候 你还觉得能飞神奇吗 所有人都坐在这里 都能放光吐火 你还觉得神奇了吗 也就不神奇了 所以佛陀讲啊 什么是大神通啊 修成菩提道果 这是佛陀讲的真神通 那这位主方神 他能够帮助所有众生 成就菩提道果 光行庄严主方神 得破一切暗障 生喜乐大光明解脱门 这位呢 他也是大放光明 这主方神呢 都愿意放光明 这位呢 他用光来庄严诸佛国土 他能够破除一切黑暗 破除一切障碍 什么是一切黑暗和障碍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无名烦恼啊 贪嗔痴慢疑 帮助我们众生 破除这个烦恼 得到光明 得到智慧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解脱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智慧 这位主方神 他就能够用智慧光明 破除我们的黑暗 那么这里面我们大家看到了 这位主方神 他知道众生怎么做佛的道理 我们讲什么是智慧光明啊 就是我们学法呀 诸位来到这里听经文法 听文佛法 修学佛法 思维佛法 这就是在给自己增加智慧光明 破除自己的黑暗 烦恼 无名 障碍 贪嗔痴慢疑 我们利用佛陀的这些教导 破除了我们心中的贪嗔痴慢疑 这个就是大光明入了你的心了 周行不爱主方神 得普献一切处 不堂劳解脱门 他呢 他有神通变化的妙用 他到十方一切地方都没有障碍 他能够到一切国土去教化众生 他普献一切处 不堂劳 那什么叫不堂劳呢 他不觉得辛苦 他去任何地方教化众生啊 他都不辛苦 他都不会嫌累 永断迷惑主方神 得视线等一切众生 数名号发生功德解脱门 这位呢 他能够视线一切众生 和一切众生数目相等的名号 而发生功德的解脱门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所有众生最后都要成佛 所以他知道 他能够了解一切众生成佛以后的那么多的名号 让一切众生都生菩提心 都生功德心 下一位 便由净空主方神 得横发妙音 令听者皆欢喜解脱门 这一位呢 他能够一直发出各种各样的妙音 令法音宣流 听者听到了这个声音 修行就有成就 云床大音主方神 得如龙谱语 令众生欢喜解脱门 这位的声音非常响亮 那他得到的境界呢 就是像龙 如龙谱语 像龙能够普遍降雨一样 滋润大地 滋润我们众生的心 让一切众生呢 这个得到法喜充满 得到法语的滋润 下一位 既目无乱主方神 得视线一切众生业 无差别自在力解脱门 这一位呢 他得到的是分别众生业 无差别的自在力 那么我们讲 众生的那些业 他还没有分别 不分别 但是果报却不爽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啊 他的作用 就是视线一切众生业 他能告诉你 你现在这个业 你种了这个业 你未来得什么果报 他献出众生的业 业虽然不一样 你好比说吧 你杀了一只螳螂 我杀了一只知了 咱俩好像杀的不一样 但实际受的果报怎么样啊 是一样的 造什么样的业 就必然受什么样的果报 他是不会错的 那这位主业主方神呢 他就得到这个解脱门 下一位普观视业主方神 得观察一切去生中种种业解脱门 他也是用智慧眼 来观察恶业众生所造的业 周遍游览主方神 得所做事皆究竟 生一切众生欢喜解脱门 这位总喜欢到处游览 他得到的是什么呀 所做事皆究竟 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究竟的 那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做任何事情 有的时候就不究竟 虎头蛇尾 就新鲜两天 好比说有很多人 你们要不然买一个什么面包鸡啊 豆浆鸡啊 烤箱啊 是吧 然后就用几天 新鲜几天 头几天天天早上弄豆浆 天天做面包 天天拿那个烤箱 烤鸡烤肉 烤好吃的 烤这个土豆 烤蛋挞 结果用了几天怎么样啊 就放在那了 闲置了 要不就闲鱼了 是吧 那我们做很多事都是虎头蛇尾 不究竟啊 的确是这样 但是呢 你修佛法 你要修究竟 你不能虎头蛇尾 老师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干过 那这位周辩游览主方神 他做的事情都是究竟的 做任何事情啊 持之以恒 最终怎么样啊 能够达到 想要的目标 然后生一切众 让一切众生都生欢喜心 好了 这个十位主方神又介绍完了 那说祭赞佛了 耳识 辩诸一切主方神 成佛威力 普观一切主方神众 而说祭言 那这个神呢 主方神 他又开始讲 又开始说祭诵来赞佛 我们前两讲总在说呀 说这个刀利天天主啊 帝氏天啊 说一讲大成经典 他经常会来听 其实不只是他呀 十方天众啊 龙众啊 天龙八部啊 天女啊 都要来听法的 你比如说我们说善财童子啊 善财童子啊 他是一讲华言法会 善财童子就要来的 为什么呀 他就来拥护法会 拥护华言大道场 那么你看不看得见善财童子啊 有人说我看不见啊 你看不见是因为你修行的功夫不行 那么你修行的功夫好了 一讲华言经 你就看到有小童子过来啊 那就是善财童子要来的 因为他就发愿要护持这个华言法会 哪里讲华言经 善财童子就要到哪里来的 那看看这个祭送啊 如来自在出世间呢 佛陀呀是自在的来去世间 他是自由自在的 主动想来的 来到这个世间来传播佛法的 教化一切诸群生 教化所有众生 普世法门另误入 佛陀呀为我们讲离 出离苦海 讲解出世 讲解我们出离苦海的这些 八万四千法门 西史荡成无上智啊 你能够按照佛陀教导去做 那你就能转八十乘四智 神通无量等众生啊 佛陀是无量无边的究竟大神通 那么他的自在神通啊 是为了救度平等的救护一切众生而有的 你有神通 你是为了什么呀 对吧 你去看一看那些个动不动告诉你了 我有神通 我会看前世 我能给人治病 他是为了什么呀 佛陀的这种神通是自在的 是本有的 他能知道一切众生心中的事 知道你适合讲什么法 然后讲法给你 让你自信自度 他是为了一切众生的 随其所乐视诸相 佛陀呀 根据所有的众生 欢喜的样子 来献出自己的法相 见者皆蒙 那么能够见到佛陀法身的 能够见到佛陀视线的 那都能够出离痛苦 出离苦海 此现光神解脱力 这个境界是普现光明主方神明白的解脱力 佛于暗仗 众生太愚痴了 佛陀于所有愚痴众生当中 未现法具大光明 给众生点燃了一个大火炬 点燃了佛法的大火炬 其光普照无不见 这个光能够照到十方世界 此行庄严之解脱 这种境界是光行庄严主方神见到的 具足世间种种因 佛陀能够熟悉世间任何一种语言 德语呀 法语呀 日语呀 猫语 狗语 知了语呀 佛陀都知道 普传法 普传法 无不解 佛陀普遍 转动这个佛法的大车轮 让众生都得到误解 众生听者烦恼灭 众生一听到佛陀讲法 烦恼就灭掉了 此便往神之所悟 这种境界呀 是周行不爱主方神所误解的 一切众生所有名 一切众生的名字 佛名等彼而出生 众生有多少个名字 佛就有多少个名字 或者说 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佛 吸食众生离吃祸 佛陀呀 能让所有众生离开愚痴 离开迷惑 此断迷神所行处 这个是永断迷惑主方神 所了解的境界 若有众生至佛前 如果有人来到了佛的面前 德文如来美妙音 听到了如来美妙不可思议的法音 莫不心生大欢喜 那一定会心生欢喜 便由虚空误思法 便由虚空主方神 误入的这个解脱门 佛于一一刹那中啊 佛陀呀 在大 在无量节中 每一个刹那间 普遇无边大法语 他没有休息过 他一直不断的讲法 不觉得疲倦 吸食众生烦恼灭 他用般若智慧 把众生烦恼都熄灭 此云床神所了知 这是云床大音主方神 所了知的境界 一切世间诸夜海 一切众生无不是也无不是罪啊 像大海一样无量无边 佛西开示等无益 佛陀不管你 你是不是罪人 在佛陀看来都是我的孩子 那都像 佛陀像父亲像母亲一样 他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不管你是做好事的人 还是做恶事的人 他不管 他平等的救度 所以呢 佛陀呀 他都要给大家讲的 不使众生出业惑 佛陀让所有众生都去掉 业这个业障的迷惑 此寄木神之所了 这种境界是寄木无乱主方神 他明了的解脱门 一切置地无有边 佛陀的智慧 是没有边际的 一切众生种种心 所有的众生心都不一样 但是 如来 照见 昔明了 佛陀每一个众生的念头 佛陀都知道 此广大门 观世入 这种广大般若门 是普观事业主方神 能了悟的 知道的解脱门 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说那么多的众生 他们的念头那么复杂 佛陀怎么都知道呢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你是一个超牛的程序员 你是一个特别牛的程序员 你编写了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背后的运作逻辑 是你用C语言编码的 那是不是这个游戏里面 每一个人物 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他们在游戏当中 甭管是主角啊 还是玩家呀 还是配套的那些个 这个路人啊 NPC啊 他们的逻辑你都掌握 因为这些代码 都是你在后面敲的 他接下来会怎么想 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他下一步干什么 就像有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 特别简单的游戏 什么时候会出来一只狮子 什么时候会 比如玩超级玛丽 那个地图我很熟了 什么时候会出来一个管子 什么时候会要到海里面 我什么时候该蹦了 你肯定知道呀 这是你玩一个游戏 你反复玩 你玩多了 你对这个地形啊 对这个里面的人物啊 狮子啊 老虎啊 你都知道了 你更别说你是这个游戏的 后台编程者了 你是这个游戏的后台编程者 这里不管多少个人物 这里不管出现多少个 都是你编程的 他背后的逻辑你都知道 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会怎么想的 那你自然就都知道了呀 那你更别说佛陀了 佛陀别说是宇宙的编程者了 他是整个宇宙的开示误入者 他所有的真理都误到了 所以众生的念头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此广大门观世入 那这个广大的般若智慧 是普观世业主方神了解的 佛于往昔修诸行啊 佛陀从无量节以来 修一切法行 无量诸度 西圆满啊 所有的六度万行 佛陀都圆满了 大慈哀勉立众生 佛陀用大悲心 用大慈心 来拔众生的苦 立义众生 此便由神之解脱 这是周便游览主方神 得到的解脱门 好了 这个主方神也讲完了 接下来讲主空神 我们今天把主空神讲完 复次 静光普照主空神 得普之诸去 一切众生心解脱门 那这里面呢 这个主空神 这位叫静光普照 他呢 得到的解脱门 是普遍知道 一切六道中的众生心 这六道当中啊 谁打什么妄想 他都知道 你起了贪心呢 他就送你一点钱 那么众生欢喜什么 他就先给他点什么 然后满足你的心愿 有求必应 他能够满足一切众生心呢 有人说了 那我想中彩票 他能满足我吗 他满足的是你欢喜的 是你吉祥的 他知道你中彩票对你好 还是不中彩票对你好 所以呢 他是为了你的未来 他知道你中了彩票之后怎么样啊 全家被人绑架 最后全家惨死 他肯定不让你中 是吗 所以啊 他要满足你 或者不满足你 他知道你的未来 满足了你这件事以后 是对你好 还是对你不好 那他会这样去满足你 下一位 朴游深广主空神 得朴入法界解脱门 这位啊 他朴游深广 他特别喜欢周游世界 周游宇宙 所以他呀 总到喜欢到各个地方去 他得到什么解脱门呢 他得到的是朴入法界 什么天宫啊 龙宫啊 什么地府啊 他想去哪就去哪 他得到这个解脱门 生吉祥风 主空神 得了达无边境界 身相 解脱门 这位啊 生吉祥风 他这主空神嘛 这位主空神 他能够生出吉祥的风 这个风啊 是清净的 不是染物的 所以叫吉祥风 那么他得到的是什么呀 他得到的解脱门 叫做了达无边境界身相 他能够了知 无边境界的身相 无边境界 什么叫无边境界啊 无相 他能够了知 佛陀的最高境界是无相的 这种境界是华言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他能了解 离藏安住主空神 得能除一切众生 夜获障 解脱门 他能够除掉众生的一切恶业 一切疑惑 一切障碍 恶的给我们除掉 善的给我们保留 广布妙计主空神 得普观察思维 广大行海 解脱门 他能够观察一切众生的修行 看思维你的根性 然后因病给药 应激说法 普度众生 每个众生因缘不同 你适合学什么 你适合修什么 那怎么样啊 他就相应的给予你 他明白这个解脱门 无碍光艳主空神 得大悲光 普救护一切众生 恶难 解脱门 他能用智慧光明 来解脱所有众生的难 苦难 让众生离苦得乐 我们众生啊 在生死苦海里面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在这个轮回 在这个轮回当中啊 循环不止 在苦海当中 舍生受生 自以为很好玩 那这就是众生的恶难 新经上说怎么说的 说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众生的苦恶是什么呢 众生的苦恶 就是生死的恶难 无碍胜利主空神 得普入一切 无所着福得力 解脱门 他呢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 普遍入一切 无所执着的福得力 得到这个解脱 我们为什么要执着呢 就是因为有我 我向 根深蒂固 修道就是要除执着 修福得 把五蕴的执着空掉了 就有成就了 离构光明主空神 得能令一切众生 心离诸盖清静 解脱门 他离开 成垢了 得到了光明 我们的心 一旦光明了 你就献出了 本有的般若智慧 大家要知道 般若智慧 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你不要以为 学了华严经 你就从华严经里 学到了般若智慧 不是这样的 你学华严经 是为了修学 华严经里面的内容 帮助我们 除掉我们的烦恼障盖 你一除掉了障碍 你除掉了烦恼 除掉了贪嗔 吃蔓仪 除掉了执着 你的自信 般若智慧 自然就现出来了 你学习所有的经典 都不是从经典当中 学习般若智慧 是学习去除我们 烦恼障碍 贪嗔 吃蔓仪 执着 学习去掉它的方法 当我们把所有的障碍 去掉了 贪心去掉了 欲望去掉了 各种障碍 这个烦恼 执着全部去掉了 好了 你的般若自信 光明自然就显现了 你不用跟别人学 佛也不教你这个 那这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 心离诸盖 你就清静了 所以他得到 这个解脱门 深远妙音 主空神 得普见十方 至光明解脱门 这位呢 他能够普见十方的 智慧光明 他本身有大智慧 把一切的愚痴 给破除了 光辩十方主空神 得不动本处 而普现世间解脱门 那这位呢 他的智慧光明 辩照十方 他不动本处 他从来都没有 没有动过 但是可以普现世间 而时 静光普照主空神 成佛威力 普观一切 主空神众 而说送言 如来广大墓 清静如虚空啊 而如来佛陀 有广大无边的法眼 就好像虚空一般 无边无际 普见诸众生 一切昔明了 佛陀能够普遍的 看到所有众生 一切他都昔知昔见 佛身大光明 辩照于十方 佛身光明辩照十方 处处现前住 普游观此道 佛陀呀 可以普现十方世界 陷于一切众生前 普游身广主空神 他明白这个道理 佛身如虚空 无声无所取 佛身就像佛的法身 就像虚空一样 那么无声 他根本连声都没有 你怎么能有取呢 无德无自信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学了华严经 你能得到什么呢 你什么都得不到啊 你学习所有的任何经典 都不是为了让你得到什么 是为了让你不断的 把自己的烦恼障碍除掉 不是为了让你得到什么 你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做叠加 吉祥风所见 这种境界是生吉祥风主空神见到的 如来无量节广说诸圣道啊 如来无量节一直在讲法 普灭众生障 原光勿此门 灭掉所有众生的业障 原光主空神明白这个道理 我观佛往昔所及菩提行 我观察到佛陀无量节以来啊 积攒的菩提行啊 昔为安世间妙计行思敬 佛陀为什么要这么 要无量节以来修行啊 就是为了让世间一切众生得安乐呀 这是广布妙计主空神所了解的境界 一切众生界流转生死海 一切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 反复的流转 佛放灭苦光 无碍神能见 众生太愚痴了呀 那么佛陀呀 放了一种灭苦的智慧法光 让众生觉悟 无碍光艳主空神 他了解这个境界 清净功德藏能为是福田 佛陀的清净功德 能可以作为世间的福田 随以至开觉立神于此物 你恭敬佛法僧三宝 你就能够啊 打开你的本性的觉悟 智慧 般若 无碍力主空神 他明白这个 众生吃所负啊 流转于显道 众生被淤吃给覆盖着 流转于三图六道 佛为放光明 离构神能证 佛陀怜悯众生 为众生放智慧光明 这是离构光明主空神 了解的境界 智慧无边际 西陷诸国土 佛陀的智慧无边无际 广普遍地陷于十方佛土 光明照世间 妙音思见佛 佛的智慧光明 普遍照耀一切众生 深远妙音主空神 他入这个解脱门 佛为度众生 修行便十方 佛陀为了救度众生 修行普现十方 如是大愿心 普现能观察 佛陀这样的大愿心 普现十方 普现主空神 他能观察这个境界 再讲一个主风神吧 我看时间还够 咱们再讲一个主风神 副次 无碍光明主风神 得普入佛法 及一切世间解脱门 那这个呢 叫主风神 他呢 能够普遍入一切佛法 普现永夜主风神 得无量国土佛出现 显广大供养解脱门 这位主风神 在无量无边国土当中 出现的佛陀 他都普遍的广大的供养 飘击云闯主风神 得以相风 捕灭一切众生病解脱门 他的他不主风神吗 他给你刮来的风里面带着一种香气 这个香气是无上的药啊 能够消灭众生的所有病苦 当然了 不光是你身体上的病 还有你的贪嗔吃脉疑 等等这些心理上三毒的病 静光庄严主风神 得普生一切众生善根 令催灭众障山解脱门 那他呢 让所有的众生发菩提心 你增长善根了 结果你的这个业障 像是如山一般高的业障 就都摧毁了 力能解水主风神 得能破无边恶魔众解脱门 这位呢 叫力能解水 他的力量能 他这个风神能把水都吹干了 他得到的解脱门 是破无边的恶魔众 恶魔众 谁是恶魔呀 恶魔是我们自己呀 我悟到了 我记得我给你们讲过 我生病的时候是吗 我好像看到那个 这个境界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那个医院的病房 贴着一张纸 我看那张纸上写什么 上面写恶灵退散 然后后来谁是恶灵啊 恶灵是我自己 是另一个我在盯着我 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怎么是自己的恶魔呢 就是你的无名烦恼魔呀 你自身的无名烦恼魔就是恶魔 我们要回光反照 照照自己的自信里面 有没有这个烦恼魔存在 有人说你不好骂你的时候 你生不生烦恼啊 有人说你讲的不对 你生不生烦恼啊 有人反驳你的观点 你生不生烦恼啊 有人骂你 你生不生烦恼啊 你生了烦恼你心中的恶魔就没有打破 所以修道人呢 天天检讨自己 天天呢 这个反省自己 你没有了烦恼了 你不发脾气了 这个人呢 你就贵重 你的脾气很大 你的无名烦恼很重 那你的这个修行啊 就不够 那就一定要继续的怎么样啊 继续的往前精进 这个恶魔能够破坏我们的道业 以修行一有功德 各种各样的天魔就要找你麻烦 让你发脾气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学佛呀 修行修行越修行啊 脾气越大 在座的各位 有的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怎么样啊 总是感觉自己呀 哎呦 学着学着越来越脾气越大了 为什么呀 天魔外道啊 要障碍你 不想让你成就 你想往西方极乐走 你想往成佛的菩提路上走 魔王偏不让你去 他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碍你的修行 有的人打坐打坐越做越困 有的人听经文法越听越难受 啊 等等等等 这是魔王在破坏你的道心 这位主封神呢 他能够破无边的恶魔众 任何的魔众他都能制止他们 大声变吼主封神 得涌灭一切众生不解脱门 他能够消除众生的恐惧 数秒垂记主封神 得入一切诸法实相变才海解脱门 他了悟了一切诸法实相的变才海的道理 诸法的本体是什么呀 什么是诸法实相啊 诸法实相是不可说 那有人说不可说就怎么又来个变才呢 就是因为不可说所以才有变才 这种变才就是诸法实相的本体用来发挥他的妙用 这个道理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怎么讲都有道理 因为不是一个道理能说完的 所以没有定法 讲经说法各有所见 各有所悟 讲出来的经义不一定都一样 那么诸法实相你真明白了 就入了变才海 就是变才无碍 谁都讲不过你 谁想来变倒你的理论 你永久是胜利者 普行无碍主封神 得调伏一切众生方便葬解脱门 这位普行无碍主封神 他就能令刚强的众生不刚强 让恶的众生不再恶 让坏的众生不再坏 调伏众生 他用什么方式调伏呢 用各种方便法门 种种宫殿主封神 得入寂静禅定门 灭极重淤痴案解脱门 他入了寂静禅定 入了甚深禅定以后 能灭掉极重的淤痴案 大光普照主封神 得随顺一切众生 行无碍利解脱门 这位呢 能够随顺一切众生 不让众生生烦恼 让众生啊 没有障碍 他得到这种解脱门 好了 这十位封神 又说记赞佛 而时无碍光明主封神 成佛威力 普观一切主封神众 而说诵言 一切诸佛 法甚深 无碍方便 普能入 说所有十方三世的佛法呀 都是甚深微妙的 佛陀呢 这种无碍法门 能够普遍的入一切十方岔土 所有世间常出现 无形无像 无形无影像 佛陀常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世间 教化众生 他虽然常出现 但没有一个形象 无形无像 没有影像 佛陀做事 他没有执着心啊 我们人有执着心 我们人做任何事情 想任何理论 都是有形有相 有影像的 怎么叫有形有相 有影像呢 好比说吧 我现在给大家讲课 讲着讲着就要打比喻 打比方 因为纯理论性的东西 你很难理解 所以我就说 比如说我这个小锤吧 你看 众生必须得看到 有形有相的东西 给你打比喻 你才能够理解 这个形而上的这个法 我一讲了什么形而上的法 我就要给他打比喻 好比说这个杯子吧 好比说这个水吧 我要拿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 来给你打比喻 来帮助你明白 那个无形无相的道理 什么叫有影像呢 给你讲完了 你的大脑当中 形成了一种影像 靠这种影像 你去理解去记忆 因为你必须得执着 众生的执着 是需要抓住个 有形的东西 抓住一个东西 或者在大脑里 留下一种影像 比如我现在说飞机 好了 你虽然我现在不能把飞机给你拿出来 但是你脑中有一个影像 你知道啊 飞机是啥样的 你一下就想到了 这就是你脑 大脑当中的影像 众生就是有形有相 还得有影像 可是佛陀呢 他不执着 他所行的 所做的都没有执着心 他没有任何行 也没有任何像 做过了 也没有任何残留的影像 这个就是说 所以说佛陀是无相 无形 无影像 众生做事啊 不行 众生做事啊 做完了还留着影像 做的时候要有形 要有像 做过了 还要留个影像 因为要不然怎么到哪去旅游 你还得还得留个影呢 像我们给大家看这个视频 我们做活动的视频 这都叫留了影像 佛陀做事不执着 他不留影像 佛陀是扫一切的法 离一切的像 中日在说法 但是他认为自己没讲过一句法 他也每天脱波起食也吃饭 但他没有吃过一厘米 中日也要穿衣 但他没碰过一片沙 佛陀的所行所做 这种境界 叫无形无相无影像 如观如来 与往昔 一念供养 无边佛 这个意思我就不解读了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如是勇猛 菩提行 此普现神能误了 佛陀的勇猛的菩提行 普现永夜主封神 明白这个境界 如来就是不思议 他救度世间不可思议 所有方便无空过 佛陀所有的方便救度法门 没有白白做的 他见到什么众生就说什么法 没有众生 说听完佛讲的法 说一点都 一点上根没中下的 不可能 就算是我在这讲 有人不信的 不听的进来了 听了一句 他种下了这个善根 这个也不白种 息使众生离诸苦 此云床神之解脱 佛陀能让所有众生 离开世间最终的所有障碍 这是飘击云床主封神 所明白的解脱门 众生无福 受众苦 众生因为没有福报啊 所以就实际要承受各种各样的苦啊 三苦八苦 是吧 都得受啊 种盖密杖 长迷腹啊 各种无名烦恼 就像盖子一样 把你严丝合缝的 把你给扣在里面了 三徒六道啊 三界六道你出不去啊 一切皆令得解脱 佛陀愿意救你 此净光神所了知 这个境界是净光庄严主封神明了的 如来广大神通力 克铁一切魔君众 佛陀的神通力量 能够摧破一切魔众 所有调幅诸方便 永见威力能观察 佛陀的调幅魔君的各种方便 是永见威力主封神能观察到的 佛于毛孔也妙音 其音普遍于世间 这个呢 大家一听就明白啊 一切苦味皆令兮 此便吼神之所了 佛陀的一个毛孔就能说法 这个声音一个毛孔发出的声音 就能够充满十方世界 让所有众生的苦难 不畏熄灭 这是大声便吼主封神所明了的境界 佛于一切中刹海 不思议劫长眼说 佛陀在所有佛徒 十方佛徒 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大劫 一直以来都在讲法 此如来地妙变才 这是如来释迦牟尼佛的 无碍变才 数秒计神能误解 这种境界是数秒计主封神能了解的 佛于一切方便门 置入其中 惜无碍 一切方便法门 佛陀都能 都能无障碍的出入 境界无边无语等 佛陀的境界无量无边 没有人比得上 此谱形神之解脱 这是谱形无碍主封神 所了解到的解脱门 如来境界无有边 处处方便皆另见 佛陀境界没有边界 以各种各样的方便 让众生能够了解 而身寂静无诸相 佛陀的根本法身 那是寂静的 是没有形象的 种种宫神解脱门 这是种种宫殿主封神得到的解脱 如来解海修诸行啊 佛陀无量解以来修诸行门 一切诸力皆成满 所有功德福德智慧都修圆满了 能随事法应众生 佛陀能够随顺着众生的需要来教化 此普照神之所见 这是大光普照主封神所见到的 所明了的 好了 那讲到这儿呢 我们这个主封神也讲完了 同时呢 我们的第三卷也讲完了 下面再往下我们讲主火神了 但从主火神开始呢 是世主妙言品的第四卷了 我们讲到今天呢 等于是华严经的第三卷 我们已经讲完三卷了 我们下一讲开始呢 开始讲这个主火神 也就是开始我们共同来 对我们明天呢 就会共同来继续学习 华严经的第四卷 我是鱼雷 明天再会 鱼雷作品